歡迎收看 國光 幫忙 空軍戰術 戰術集團 做一個戰術操作的時候 砰一聲滑 好的油門 關斷 關斷就是一個廢底 對 死術就醉魂 五三公兵群橋樑營 扶橋蓮 你看我們的 大概要八個人躺 在架的過程突然 其他七個人會成功 好少一個人的力量 陸軍航空特戰只會五秒 要五秒鐘 這一次是最激情 風很大 出擊的時候是在 霧體上 霧體上 憲兵特戰術集團 第一課題的 陳建興那件事情的時候 我是負責鞏肩的 進去的時候 那種肩不容髮的瞬間 你必須要判斷哪個姿勢 差點死掉這樣 好 當作這些軍種 踩腳正男人 陳建興 這把槍就抵得我 踩到這邊 哇 是誰 陸軍戰三年 夜行 成員 獅子 藍色茅茅 心願不亮 只有大生 啜音要悲蕩 只有紅花 都出天量 交渐重點 收穫道江 命勇壹手奪 兵擁衛 兵盡在清沛的原冰上 好 好 你们要气死国防部长的 欢迎订阅国防 孙茂 好球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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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 如果你们在部队里传这样 这些人信得到还是陷阱 真的 没有一个要退伍 没错 没错 今天讲什么 因为我们的官方常常 就跟大家谈当兵的事情 当然啦 我们就是 我们谈的是比较逗趣的 比较那种弱的 又是 训调的那种 因为艺人当兵 今天跟各位讲一下 当过这些军种的 才是真男人 是不是 现在请问一下五位女生 以你们的浅见来讲 你们觉得部队里面 什么样的军种 你们觉得是很厉害 很man 很棒 我觉得是散兵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很帅 他们就是有一套SOP 就是跳下来的时候 还有他们就是训练 跟当时候跳下来 要控制风向 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蛮帅的 会飞的男人最帅 对 那我跟你讲 你就跟陈卫明在一起 他就是散兵 散兵 你觉得他不帅吗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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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跟 黑一方在一起 黑一方是神龙的 真的 你知道神龙小组是什么 就是散兵里面最厉害 真的假的 他就是从月球开始跳 跳到地球一个小点上定点 真的 厉害 你看没有 这边有一个人有带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是闪灰 就是只有跳过闪的人可以带点 对 你问他神龙小组里面最厉害 神龙小组是 教官等级 教官等级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跟他在一起 而且他现在还撞 撞到有的 有有 硬帽帽 硬帽帽 张宁 你觉得 梁山特勤队 哇塞 你很厉害 我试货 梁山特勤队 我们看他们就叫爷爷的 叫爸爸 你解决不了 因为他们太厉害了 梁山 全身穿黑衣服 然后黑黑面罩 他只露出眼睛 梁山算是就是 不是陆军里面是精锐不对 我也是 你怎么说 你来 你来 战琪你觉得是谁 海军陆战队 蛙人 蛙人 黄蛙人 拳着你 Discovery在播他们走 那个天堂路 尤其他们走 最后那一段的时候 那个毅力 我觉得很佩服 我们那时候拍那个戏 刚好就是 有一段戏就是毕业 特勤毕业 他们就是抓他们 刚好毕业的那天 去拍 去拍 然后他们那个父母 真的就站在终点线看他 一直加油 一边掉泪 一边加油 那个最感动 那个妈妈那个 我觉得最恐怖的 有一个是 他的父亲是那个部队 哭到 站在旁边就是这样 但他 你看得出来他那个 真的脸在抽 而且他那个 虽然短短 没有多长的那个路 可是你不是滚过去就算了 他这样再滚回来 滚过去 滚回来 然后在那边抢背 那个很感动 然后脱颜酸 脱颜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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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得太激动不知道 就一出来都是白骨 不过看到那个父亲 我觉得那个父亲 自己是那个部队出来 然后看了儿子在那边爬着 光荣 我觉得他是最难过 因为他知道 那个苦 到底有多苦 那个痛啊 自己的儿子在搞这个 对 这个真的太感动了 就是要佩服 你觉得什么不对 我喜欢 跟教官 谁要喜欢 谁管你喜欢 我们现在讲幸福 交过一个男朋友 就是两百旅的教官 两百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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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旅还有教官啊 二百旅 两百旅 两百旅 对 还是学校教官 就教官 穿制服 那制服真的超帅的 那里面 几乎都是教官 然后Yumi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郑战连的 哎呦 你 很有年纪哦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很酷 我就是EQ要高 然后IQ也要高 这样子 杨生达你当过兵没有 我当过海军啊 那有什么军种 你是想要去 尝试 其实我很羡慕散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现在超风sky diving 就是去国外跳伞 跳一次要破万 他可以上 你为了省钱很羡慕 他可以国家付费跳到保 还付他钱 但是你要知道 当你去跳之前 你要付费多少 一样都一年嘛 跟他拼啊 哎 你可以揍 你可以直接揍他 他就跟你说 你为了省钱 菜他那个臭感 对啊 你是为了省钱去的吗 不是 为了 他是因为可以穿 素页米才制服 是 素页米 制服 他说每天早餐都有 牛奶可以喝 你为了制服跟牛奶 吃 就像以前我们那个 抽签手 如果都要抽三年 我们宁愿是空军 真的 空军的伙食真的比较 你连兵喔 都比一般陆军的伙食要好 餐餐有鸡腿 对 我还吃过羊排 在那个空军的基地 我们去绕军嘛 然后打菜的时候 我说 哎 这个是 爆炸完 这个是羊排嘛 对啊 他很自然 对啊 我说是是是 空军是这样 以前早期的时候呢 中美一起联合作战 飞虎队的时候 讲个小故事了 是是是 蒋夫人 英文很好嘛 对 跟这个老外飞行员 在交谈的时候 老外飞行员就说 哎 蒋夫人啊 怎么你们空军的这个飞行员 都吃草啊 啊 都是 菜里面都很多草 肉都没几块 蒋夫人就大怒 从那时候开始呢 空军的飞行员餐厅 最有费 空勤餐厅 可能是一般地形的伙食 好几倍 同时 如果是大厨二厨 当兵的 通通选优到这个空军的基地去 煮这个伙食 所以飞行员吃饭了 从飞行班学生开始 就吃得好 就点菜 每天点菜 他今天这么样子 健康宝宝 来 切子变形了 姚志强先生 大家不用讲 F16 你也算种子 种子 种子教官之外 他是空军战术战斗机联队 哇塞 请问一下 就是当初怎么会就是有这个 去报考军校的一个概念 当初就是有一个叫做捍卫战士的电影 被骗了 唐哥 唐哥 好大的一枪 对 好大的一枪 太帅 太厉害了 太帅 经典到现在三十年还是经典 经典 同时还有一个叫少年十五二十十的这个电影 啊 玉校 对对对 所以您是玉校的 我是玉校的 前一阵子也有制作一部 对不对 这个讲我们台湾的空军的飞行员 在训练的那个过程 对对 那个压力太大了吧 平均每三十万个年轻男孩子 同年纪才产生一个战斗机飞行员 是 他是从养成训练开始 体能要好 因为呢 体能要好才能够飞高性的战机 是 所以每个星期呢 都我们叫做环场的跑步 什么叫环场的概念 环机场的跑步 就是十公里 两百圈 我不知道几圈 跑一圈就十公里 所以我们还有同学 跑到最后 我有个同学 身强体壮 跑到最后 最后一眼看到我的时候趴下来 就现在在重电池了 所以就回去了 那你们就是早上起来要跑一圈 不是早上晚上 就是有事没事就跑 来做训练 同时 空军的这个训练 新生训练 三个月嘛 不是 是一年 你一年的训练 从早上开始用秒来猜 为什么 战斗机是要争取秒数的 所以起床 起床一听到号角 五点半起床的时候 三秒钟 起身后就一定会 啪跳下来 就到外面 好 福利挺身 預備 你说这个是空军官校 空军官校 空军官校一年级 一年级 所以一整年在他新生训练 坐板凳三分之一 往前看 走路拐直角 而且吃饭筷子是这样 那我有个迷思想请教一下 到底 就是非民航机的飞行员 可不可以有近视 可以啊 可以 对 战斗机飞行员 你早期开始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你不可以有近视 对 但是后天 如果你变成飞行员之后 你可以有缺点免计的这种说法 就是说你可以矫正之后 视力到达1.0以上 相对的这个视力 你就可以 而且要佩戴 适合飞行员戴的眼镜 同时要两副 民航机也是一样 所以基本上 战斗机 刚开始是不可以 但是后期 你到民航机的话就没有关系 你有一个学长 是 叫九孔 是 是 你胜仗 我要被他处罚过来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他在军校是不是也 他以前是我们的实习干过 实习军队长 他也可羞吗 表紫强 你胶蹲跳三十个 跳完之后呢 海一跳不完 他就叫九孔 哇塞 他以前是这样 很严格的 他是为什么被退掉 他飞行员 飞行员 点点点 康哥你讲的不是我讲的 他自己也成了 所以你现在还是不能讲他 我没有讲过他 我怎么可以讲他呢 从军校来讲 一日学长终身 终身学长 非常尊敬 是 你刚刚讲说 连婚姻有问题 都有可能被刷掉 飞行员是这样的 嗯 情绪不好 知道了 你不要 不可以飞 所以军中只有唯一 战斗机的部队 他的辅导长 一般辅导长是政战体系的 就是刚刚那个 他讲的 政战 政战的 我们俗称蝴蝶 但是政战的 你怎么懂我飞行员的心态呢 我完全不懂嘛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 衛服我的心嘛 所以呢 副大长通通是 战斗机飞行员 来担任 都要飞行班 对 所以看到你的不对劲 或者你心情不好 或你情绪不稳定 或者是你各方面条件 有问题的时候 今天你不要飞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 他乱飞 一架战斗机起飞 发射飞弹 发射飞弹 很轻易的 飞弹一个 那总统府就很危险了 就很麻烦了 他不要射手 如果是乱射 我们就吓死了 所以飞行员是不断地在考核 不断地在淘汰 所以一直淘汰 一直淘汰 后面都是精英了 他现在常上电视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是 你飞的是F16 对 F16 F16 哇 好像 肚子大了一点而已 就是感觉出来 你现在是这个 这个时候是中队长 没有 现在应该是飞行员 现在我同学都 上校准备当少将 是将军的 非常大的官 这个是在警戒室 准备要出去巡逻 捍卫我们台海领空的照片 这时候已经挂蛋了 对对对 小尾声飞弹通在上面 那个警戒室我去过一次 就是 那个警戒室 大家是不狗言叫 对对对 我跟飞行员 因为我们是绕军们 哎 飞行员 你看这么严重 可是他那天可能 心情不神 是是是 那你飞行这么多年 在飞战斗机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过那种 比较惊险的状况 我在飞夜间飞行的时候 哎呦夜航 我带学生的时候 老天爷 回来的时候 过程中了 在做这个战术操作的时候 翻身 哇 飞机出状况了 怎么了 两个发动机就是 两个这个 我们讲的引擎 其实有一个 就是好像 为什么我一看 回不来这样的 对对对 不是回得来啊 这个控制的缸绳断掉了 那怎么回来 就卡在 所以那时候呢 就通报了相关的单位 所以我看到跑道上 所有的 往一往一往 什么闪红灯通通通来 什么泡沫车啦 什么指挥宽车啦 工程车啦 灭火车通通来 离车也来了 对 离车也来了 我记得是随时被国家牺牲 是 那时候呢 当然就要冷静 而且我还带着学生 是 所以那时候呢 回程的过程中 因为速度非常快嘛 是 我们就利用很多 战速的动作 来降低它的速度 是 最后呢 用这个减速摆 用很多的方式 它减低速度 最后爬起来的时候 最后就堵一把了 最后要落地前的时候 把我的另外好的油门 关断了 关断就是一个废体 是 没有操作好的话 它的下沉率 它就失速就坠毁了 所以那时候就硬撐 就把飞机飞到 这个 跑道 手照上 落地之后 指揮官 握得我的手 是 两个小时之后 手还是冰了 还是抖 嚇壞 嚇壞 因为各位 飞机不是像汽车 你怎么 关钥匙就没事了 是是 所以其实战斗机飞行员 是非常辛苦 这些在默默为国家 这个 保卫 领空 牺牲风险 它们是沉默的一组 你看你们都没有选 战斗机飞行 所以我要退通 通通过来播一下 乱选 入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听到吗 航特部的 您是 下次的 你是志愿役还是 我是义务役 义务役干到下次 你厉害耶 因为我们刚好下部队后 他有 要进基地 进基地他有缺 那个通信兵 然后我们去送 通信的那个专场训这样 你是通信的 你有中还有无 无多 我是无限的 无多连 你好你好 我有中连 行话 行话 全是通信赢的 不是个大大电话吗 你 不是 觉得很实在 这一环 可不可以不带回来也说 我讲得也没错嘛 我们两个阵要来着 他就想 你打电话了 你说我问这个 OK 当初你是 是被挑兵 挑进去这个部队吗 还是志愿区 清兵我在金六节 然后 就是他选兵官来说 特战的就是 可以穿制服 速度连起来自制服 然后 又有加加几 加几点钱 然后还有 早餐一定有牛奶喝 是 然后就 要选的就是 志愿举手出来这样 那时候想说 特战应该也没什么人去 通常 然后一举手 其实还蛮多的 77个 然后77个他只要取25个这样 哎呦 你们那是还抢着 对 三分之一 以前我们的空特来了 这什么 空特来了 空特很操的 所以后来就打打电话了 对啊 打到多开心 都会打 0204 喂 请问一下 你讲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散兵 因为我表哥是 陆军四孝第一期 所以他还是散兵 他是说散兵的体能训练来讲 要求非常严格 你们一天就是说训练 比如说早上起来 你们跑步跑多少 其实我们散兵训练现在 呃 比较不是早上起来跑步 早上起来都是 吃饭 没有吗 喝牛奶 喝牛奶 你们要开始了 没有说石头就是打 早上起来干嘛 我们都是会呃 全副武装 然后就是进入那个散训场 哦 开始散训 对 准备开始散训 然后我们运动时间都是下午 下午 跑那个整个散训场这样 那散训你觉得最累的 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 呃 他有一项训练叫做 摆盪绝路 哦 左路动作 对 左路动作 就是这样 咻 咻 当 那一般不会就 啪 整套口诀你还记得吗 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 你可以念一遍给我们听吗 小腿侧边 然后还有大腿 再来是臀侧边 然后跟背肌这样 五点滚翻 这个以前我们小时候都练过 对 就是把力量下来的冲击力 从身体 用身体带掉 对 你曾经被 教官 骂过一句话 让你好像很震撼 就是刚开训大概第二周 然后开始要摆盪着陆的时候 是 因为那摆盪组都要穿套袋 就是 穿在身上 就是有点像是 扣着那个扣环 然后教官在拉绳子 从二楼把你放下来这样 对 那时候套袋也可能穿太紧 因为它会卡到 该臂 下来的时候膝盖夹不紧 然后教官就说 这个也是机会 然后他把他的手套 因为拉绳的手套 把手套放在我 膝盖中间 夹着 手套掉了就完了 对 手套掉了就完了 然后一下来 可是手套还是掉了 哎呀 对 手套掉了 然后他就 他发火 就直接把手套拿起来 摔我 你不适合当闪兵 嗯 你去旁边牵牵那个 林芊姊姊姊可以离开了 那你不是很难过 我那时候 我的四位迷彩 你的牛奶 我的牛奶 我的牛奶 那你怎么办 那时候 我就站在旁边 压力超大 那时候我也不知所措 然后我就默默跟教官说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那一次去 然后教官叫我再跳一次 结果过了 对 我后来过了 哎呦 你不错 他就说 你第一次挡门站在那个 要跳出去 你什么心情 第一次跳其实站起来的时候 其实很刹 很刹 尤其刚开飞机的时候 他上去的时候 不会开机门 到一定的高度以后 他要把机门打开 对 机门打开的时候就 你跳的是腰山洞 对 腰山洞 是腰山洞 开机门的时候 哇 全部人都欢呼 我在叫啊 大家都很刺激这样 只有你发白 没有 其实大家都是 叫越大声其实越怕 对 教越大声其实越怕 壮胆用的 对对对对 那你呢 发得我 我其实没有讲话 只是我心里是 因为他挡门嘛 只有他一个开门 小屁啊 这怎么叫啊 对 很紧张 那你当一年 对 当一年 跳过五次伞 五次伞 对 那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屌 其实还好 我觉得最后一次 不要乱讲 最后一次你看这里 真是上市喔 开玩笑 我觉得最后一次是 最惊险 因为 为什么 风很大 然后出去以后 因为通常出去以后 他降落点 他其实有估算过这样 所以他基本上 不会离那个草地太远 我以为你出去 风很大 啊 厦门 为什么办啊 他有空降场 在屏东吗 对 屏东 潮州 然后出去的时候 是在屋顶上 吓死我了 屋顶上 左路通常都是摔断脚的 就是滚 因为你会从屋顶滚下来 对对对 通常都是摔伤脚的那种 然后又压力很大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们 整个风都太强 所以整排 十个人都是 全部都在屋顶外 没有在那个定点 场外 都场外 然后教官那时候就说 全球人往场内操散 然后就往场内拿 因为我是第一个跳 所以我是离场外最远 对 就猛拉猛拉 然后全身都冒汗 有用吗 他那个效果很小 很小 他这样拉 拉的时候 伞都没动 那你后来怎么样 叠断腿 没有没有 后来就猛拉 然后那时候 在场外他会有那个 就是地勤 就是譬如说 你卡在树上 他会拿东西把你弄下来 把你伞弄下来 或是你摔伤 他会把你就是 驱离 驱离啊 摔伤 走 走 走 因为他那边 附近有我那个马路啊 对 他怕你安全这样子 是 然后他们都看着我这样 因为我在场外 然后慢慢才进场内 最后那叉叉才进场内 大概五到十公尺 逃过一劫 对 逃过一劫这样 那一次是我跳过最惊险的 好 接下来这一位 真不容易 你好 五三公兵群 乔良营 福乔连 他们现在是最辛苦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台风 你们最忙 对 你是公兵嘛 对 战斗公兵 战斗公兵来讲 跟一般公兵不一样 你们就是要战斗 我不讲废话 这是他们用的 哇 这个车其实很屌 M3浮桥车 对 这个车很屌 对 这个是 就打开就是一座桥了 对 而且它可以在船上自己走 它就像变形金刚一样 所以基本上它是水路两用 对 它可以开进水里 然后把它打开 然后两三台接在一起 然后架那个 架那个 架 对 对 所以叫胡乔莲 你当初选到公兵群的时候 你是快乐的吗 哭 也是哭 就难过 就是想要宁愿去宪兵 你 可是宪兵选不上 上市 那打死我 好 OK 公兵 有没有牛奶 没有 You good Milk OK 那你去的时候很辛苦吗 可是我们是陆军单位里面 伙食算好的 是 是 因为看你们的军备就厉害 是 那你也有去救过灾吗 救灾 基本上不会派义务义去 那我们去帮忙就是灾后处理 跟打扫 打扫车 对 因为 打扫那些就是 受灾户 对 灾区的环境 人家救灾回来 大家很累下次 洗车 哈哈哈 你觉得就是做你们的工兵训练来讲 最辛苦的是什么 最辛苦就是要扛我们的M2桥 因为我一开始是战斗 M2桥是老的那种啊 对就是那个 那钢桥的 对对钢桥 哇那很重耶 一节差不多250公斤 哇 你架桥很累啊架桥 难怪你会哭 大概要八个人扛 你手应该那时候起箭了吧 对他这边都会受伤 因为我们是用这个地方去降 这样 我帮你做 力气才够大 对对对 哇塞 然后一定要八个人 八个人这样抬一节 对 尤其身高也好 250公斤 身高要一样 所以说你们在抬的时候 一看圈文走过来就 他就幸运了 他逃不到 不能怪我 谁让我跟你们一起 是不是 有没有遇过比较惊险的事情 比较惊险就是在前半年 前半年的时候 要架那个中框桥 一次的练习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兵 他突然中暑 可是他一开始都不知道他会中暑 是 当然谁会知道 那人找起来 我今天要中暑喔 然后在架的过程 他就突然晕倒 因为我们那个桥很重 大概250公斤 所以我们其他七个人会撑不住 少一个人的力量 对的重量 那好险我们后面 刚好有一个指挥官 他刚好在砍 然后 扑上来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说没有 就是他有帮我们喊那个口 口号 让我们全部一起放下来 冰住 这样对对对 指挥官 欸欸 不过还是有经过训练来讲 他有一个方法 对 他有一个方法 你们跳伞下来 你要过球 他假的 你有牛奶喝他没有 而且 这边还有个牛排可以吃 他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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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机器太贵了 对 康康好 康康 长官好 这个是喔 在部队里面 除了军官以外 我觉得他们就是部队的栋梁 好 司官长 这个部队我告诉你 小坐稳了 宪兵特种勤务联 欸 你们就是黑衣部队吗 对 就是那个 燕音特勤队 那你今天应该带面具出来 欸 喂 喂 但你这肉里也没有人 那你请问一下 你整个服役 服了多久 20年 哇塞 20年 厉害厉害 你也跳伞 是 你当初跳伞的时候 他们有yahoo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我们是属于山西部队的 所以所有山训 海训 散训啊 潜水训什么都必须要会 欸 他这个备章 是用生命换来的 是 你各位看 哇塞 算了 你好壮啊 这是服役路 这是服役十几年的时候 那刚好在 04年的时候 对 那时候在实施那个 反截机的任务演练 是 我们每一年都会去机场做 不同机型的一个演练 是 是 你看 人家 吊瓜在那边都在笑 有没有 对 他很开心的 你今天就不会了 就是 快吓死了 他就骂了 我们光被选格兵都哭了 对 这个是我们这个攀匠 就刚好在四楼楼顶的地方 是 做不同的动作的一个攀匠 请教一下 你当初是士官学校出现吗 是 我是那个御士班进去的 御... 御士班 御被士官班 就是属于 那时候刚好 其实以前就蛮向往特种部队的 你们这种是自己申请呢 还是说人家也要来选 就是他们来挑人的时候 我们会自愿报名 像我这一期里面就 大概有两百多个人报名 两百多人去先期的征选之后 大概留 在里面受训 那我们为期 所以留下来都顶多算 各位数 其他人呢 都阵亡了 就是阴伤啊 或是说 都不适合 退训回去 回员单位 或者是不合格 所以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是 他们光受训就九个月 才能有这个 是 九个月 受训九个月 你一年就退伍 你哭什么 没有下基地 你吓死了 你有下基地 下基地 不好意思 你下基地 我吓死了 基地是他盖的 他住基地 厉害了 你九个月的训练之中 您觉得对你个人来讲 最困难的 其实我们整个训练 我觉得是在限制空间的训练 是最 压力最大 限制空间 对 就俗称的CQB CQB 好狠的CQB 我们是用真的人在里面 嗯 然后真人是当做人质 是 然后旁边是一个靶 那我们这个team要攻坚的时候 突击组要攻坚的时候 我们会先丢震撼弹或是烟雾弹 进去 那所有人都戴防毒面具 所以你当你进去的时候 那种肩不容法的瞬间 但是你又不能涉及到 真的人在哪里面 一个真的人做呢 杀到人质你就完了 直弹 直弹射击 那请问那个被选去人质是 是被选的还是自愿的 还是 就是指定 指派 指定肉吧 谁派 就是教官 你最菜的 好你就进去了 哇塞 那教官最大了 你们里面 对 就是 可是你有被指派过吗 你刚去是吧 我以前是整清站过把旁边 让人家射击 哇塞 有手枪90公 手枪射击 还有步枪射击 实弹啊 实弹射击 是要让你们体验那种子弹 从旁边射过去的感觉 对 就是一种练心跟练力的感觉 练心就是射手他要自信 练力 自己要练胆力 是 然后他打完你就跟他讲 在哪里 9分 10分 你还要报分数就对 10分是在哪个位置 我们手下 就报不出来就表示 我打错了 几分 没声音 几分 下一阶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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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我是人质 当然我们现在讲玩笑话 但你们训练来讲 你们跟一般的他们当的兵不一样 你们每天是生活在真实的战斗状况 我是空间的 我是空间组的 当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所有兵器都已经架好 那时候我们现在就已经派举举手 已经在那边侦察内部状况 他就会跟我们回报 现在内部的状况在哪 格局是怎么样 现在人职跟暴徒在哪个位置 是 那我们就在开始在做兵器 只是说后面来 因为内政部觉得这是属于社会治安 是 他要求我们军方退到第二线 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按照上面指示 我们就退到第二线 那第一线是管区上去的 之后 管区哭啦 他们那么壮 那件事还好也是和平落幕 是 可是你会不会含恨 我没有表现到 当然我是希望说和平落幕 我们不要发生见邪的事情 是 我有认识一个你们部队的一个 也是上司 是 他们会外派海外就是 我们的就是有邦交的国家 是 你有外派过 有 我先后去过巴拿马 当过武术教练 然后贝里斯前后去了两次 贝斯好漂亮 对 他的外岛真的很漂亮 是不是 那你们 不要聊别的 对 对 严肃 对 就聊到这个 人家全水 对啊 海龟是什么样多大 我想请教大家 你们这种外派来讲 其实 早年啊 现在也不一定 就是说 万一那个国家 不是那么的 稳定的话 是 你们去 会不会有一种 心情 不安全感 其实我们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压力 对 是 因为他们社会治安 可能大家都会 比较乱一点 对 乱一点 那像我本身到过贝里斯 当过武术教练 是 我去的时候是教他们的警察 跟他们的军人 是 有一些防身素 就是勤拿 夺刀 夺枪 还有怎么用枪 是 那 一个就一个很调皮的一个学生 就一个士兵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他都会拿一把枪 就抵在我前额这边 他只问我 教官怎么办 哇 你没翻脸 我 我那时候 因为有关于外交 我们要 冷静 应该社气一点 我们要维系这个外交 我们不能得罪到他们的人 能清楚 所以那时候他抵着我 我就用英文 直接跟他回答说 我课后我会教他 我笑回家 我会说 外交关系 要秀气一点 对 OK baby 那时候当下 我刚才有说 他是不是也故意在 对 考验你 其实中南美洲的人 他们都是 会先刺在你的底 他觉得如果你没有真功夫 他不太会服你的 他不信 对 他不信 那他抵着我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课后会教你 他不相信 那当然我在讲话的过程中 我瞬间我就 他就痛到整个 那个体育馆 跑了一圈 你刚刚不是说 大家要维持 对啊 外交方面可能会 痛一圈还可以 就可以忍耐的情形 对 一般他是直接卸手 对 你的手在这里 然后他就扶你了吧 对 因为他所有人都看到他这种动作 就痛到他整个一直在跑 所以大家就 果然是很功夫的 哦 那个也是一种考验 对 他们很喜欢去挑衅你 是 那你旁边有个同胞吗 我们有一个学弟 OK 那他有没有很生气 没有 因为当下 我们都各自己有带一个team 那自己学生会调频 自己要想办法去 所以你们是一个小组一个小组 我们两个人而已 两个人去 两个人去带他们 是 那当了这二十年对你来讲 你的人生应该算是精彩 是 所有东西都经历过 在军旅生涯的一种 各种训练都经历过 那你在这个军旅生涯 有没有受伤过 像我本身是跆拳四段 柔道两段 他说 你今天早上早到现在 他说叫海军不要载你 对 那我们每年 我们都会对外比赛 是 那我的手也曾经受过伤 我的膝盖也受过伤 那就是要运动伤害 对 都运动伤害 那我在受训的过程中 我也差点死掉过 蛤 什么情况 呃 我们在即将结训的时候 我们会时刻难日 就是一天一夜 高强度不让你休息 然后之后 你就全部武装 然后负重15公斤 然后跑5公里 跑到坟墓 到坟墓里面 他就会指示你 好 进去找庄 就是木庄 他会跟你讲 总共有五个 会跟你讲哪个方向 你的方向感 你的方向感 必须要针对夜色 还有建筑物 然后这种感觉 去找那个下一个庄 那会不会找到庄之前 金像烈 还不错 啊 绿佐 没有 因为我们要进去之前 那天 要晚上嘛 我们都会先跟他拜拜一下 说打扰 好 找到带走 你不要怪我 先跟他打个招呼一下 是 那就进去找 找完之后就开始三地作传 然后之后我们到一个寒洞出来的时候 就一个水池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跳下去 然后 踩不到墓 因为我们是全部武装 只差没有拿枪而已 然后下去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在那边踩水 然后我们的干部就说 手举起来 原本是只有出水面而已 他说不行 一定要举直 当我们一举直之后 我就看我旁边一个同学 怎么一直载浮载沉 我当下的反应就是 趕快扶他一把 是 我就拖他的腋下 结果他 拉下去就死都不放 因为我去拉他的手 他一直不放 然后就一直把我压在水里面 我一直连续吃了好几口水 然后 那时候我第一次 我的感觉是 我对我自己讲的话 难道我就这样死了吗 难道就是现在了吗 对 然后我就感觉 我身体就是一直斜斜的往下沉 还没有到地面 然后我就看他灯光 就越来越小 然后突然间 发现他手松掉了 我就趕快用蛮荒之力 趕快就 蛮荒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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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直接出水面 然后出水面之后 我就趕快游到岸旁边去 我才发觉是 原来大家 干部是跳下去救他 没有人理我 因为他们不知道 我已经被他拉到底下 已经快自喜了 所以他大舅舅就说 你怎么在这里 对 他就说奇怪 你在干嘛 你怎么在那边吐 你已经喝了很多汤 太多水包了 对 你怎么渴啊 你怎么脱喝水 那次吓坏了 对 那时候是人生第一次 经历到即将死亡的感觉 跑马灯 想到小时候的意思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只看到那个灯光越来越小 对 就看到上面的灯光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然后你就是跟你讲 难道我就这样死了吗 然后我就一直往下沉 真的辛苦你 辛苦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 你是特种部队的 不算是 算是 戴尔环还特种部队 内政部警察役 移民属收容所 收容所 替代役啊 你是哪一国人 台湾人 你不是被收容的 OK 你们那是什么男的 这个算是就是替代役里面的 就是其中一个附属的单位 然后算是在警察役别里面的 在干嘛呢 其实就是管理里面的一些外国人 你在那边 你们要做什么 基本上我们就是属于 站岗然后还有就是 张卫兵 张卫兵 然后就是看管 那如果有什么特殊状况 如果发生的话 要马上去通报给情务中心 这样子 请问一下你们需要跟他们 比如说他们会提一些要求 你们 管理他们吗 会负责管理吗 其实我们算是支援 因为其实现场也是有那个 就是正职的人员 有警务人员 对 正职 那会有什么特殊状况 其实还好 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 会有打架的事情会发生 你们那里面是 不同国家的人吗 全部都是 对 很多其实大概三四个 三四种国家的人 我吓我一跳 我就只有三四个人 三四种国家的人 对 三四种国家 那他们会分派吗 会啊会啊 就是一国的就是 灌溉区 一国灌溉区这样子 他也真的有啊 嘘 把他讲 那请教一下 你当多久 一年 一年 那你们需要会讲英文吗 不用啊 不用 那你们不用跟他们交谈吗 万一他跟你说 我需要一个什么 其实大部分都是大陆人 然后再第二多是越南 然后再还是泰国 外国的很少 那你会讲沙迪卡 我不会 我们都讲中文 他们也会讲中文 简单的都会 你那边大部分都是 非法拘留的外国人 就是他们可能 有些是来这边当外劳 然后时间到了 跑掉 跑掉 然后被抓到 或是不回去 或是可能就是 真的偷渡来的 非法入境这种的 你说他们会打架 他们为什么是打 那你们有什么好打呢 最大可能从看不顺眼到 就是可能为了饭菜 可能觉得他比较多 然后我就为什么比较少 就打架了 你讲到饭菜 你们那边有没有念的 你亏大了 人家这个就有牛奶了 而且人家只要站位兵就好了 对啊 对啊 你说你当兵的时候 曾经 啊 痛苦 我们刚开始先从 成功领受训 然后之后会下到 台北的一个单位 再受训一个月 然后之后才是真正下到 我们要服役的单位 那下去服役单位 第一天 那个时候一下车 东西都还没放到寝室 学长就直接把我们 集合在操场那边 好苦 直接操两个小时 好苦 好苦 你要不要看右边这一位 其实替代艺给大家的印象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比较 因为有很多都是有 天生有些疾病 或是可能太胖或太瘦 或者眼 眼视力不行 对 视力什么之类的 是 那你当初去当替代艺的时候 嗯 有办party吗 你说在里面吗 不是 就是我要去当替代艺 对 这样 其实 心情应该不会太大影响 蛮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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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迷彩 人家是很爽的 帅卫兵有拿枪吗 没有 我不用拿枪 我们就只有拿那个 就是算是那种紧棍 棍子 对 就是佩戴在身上这样子而已 因为他们其实都关在里面 也不会出来这样子 当然 他们就是 出来的还关个屁 其实里面主要是值班就对 轮值 对 就轮值 看手 对 就看手 你今天来的是一个 跟这四位是对照组 就对 不是 他也是很特别啊 你当兵可以当到去当监狱管理员 他也算是监狱管理员 算是啊 外国人监狱管理员 对不对 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生体验 对啊 是不是 但是相对来讲是稍微比较轻松一点 对不对 是有点过于轻松 而且是因为他枯燥了一点 所以他的 我也是 难道我这辈子当兵只有这样吗 他说 我这辈子就要死了吗 差距是这样子的 对 差蛮多的 不是 他是想 难道我当兵这边 对 大家在聊当兵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我有点差不上话 尴尬 当然是当兵 然后人家会问我说你在哪里当 因为那一群都是宪兵特种部队 只有你不是 或者是比较美道的 对 你们旁边是警察还是军人 旁边你说是 正职的官员 他们是 他们其实就是公务机关的警察 警察 警察 内政部 那你当这样子的一个兵下来以后 你怎么会这么喜欢空话的东西 那是因为朋友 朋友 可是他拿麦克风很会唱歌 对不对 戒指看到没有 哎 哎 掛楼勒 哇塞 航金这么好啊 没有啦 没有啦 来两句唱唱 你们那个时候是我们 对什么歌 变开玩笑 而且我们做大会很快 就把他排在 对 对 对对对 战场会不会不平衡 不会啦 其实当兵成男就好了 对 其实这样排是对的 让观众喘口气 前面太惊险了 太硬 太硬 太硬汗了 我们这个整个讲下来 对 辛苦你了 这是自己选择的 那是那 对你这句话讲得很棒 自己选择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军人 职业军人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说 他们不太会 那个 发牢骚 抱怨 对对对 军人其实是伟大的 军人是 都是付出很多的 是 而且军人他们跟一般职业不一样 他们永远是24小时待命 是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任务一来 就没有一些什么 儿女情长 就不知道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 没有加班费的 我觉得 我们这个台湾 这个氛围之下 应该多给这些军人一些 更多的尊重 而不是一位的 觉得当兵 好难不当兵 包谢 好不好 所有的人 他们就是为了国家在奉献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所有的军人 军警 所有的这些公子朋友 说你们 辛苦了 辛苦了 也希望所有的军种 都有牛奶可以喝 对 不要这个为了牛奶而去当兵 是 不会了 不 反正过去了 是 所有的军人们 你们辛苦了 辛苦辛苦 为你们掌声鼓励 好 也谢谢各位看光 包谢 好